大家好,我是孫敏起,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比較長,就是雙底大戰黃昏之星 講講故程序 今天向好,早段大致高開一點後,曾經跌過 北企有回頭,然後升幅一路一路擴大,曾經升超過300點又多 最後升幅稍微收窄,升270點收市 升27,498點,成交不多了,715億 今天的市場做好,地產股記手工,記產股普遍都升得不錯 其中,新底龍頭股升2.5% 加上最近強勢的港交所繼續強勢 對啦,今天由2.7%的進帳,都是跟阿里巴巴來香港上市的憧憬有關 好了,市今天升200多點,後市是怎樣去看呢 回到比較長點題,就是雙底大戰黃昏之星 之換言之,就是視乎雙底和黃昏之星的角力 究竟六死誰首 初步看,明天可能會再彈多一點 原因就是跟雙底有關 今天就雙底,哪類股份出現雙底帶動時意反彈 其中,最重要是剛才提及的 就是今天地產股走勢比較帥氣 看到,普遍都是出現雙底或近似雙底的走勢 看到這就是新鴻基地產 啡色的箭咀,就是兩次考驗低位都回升 就是雙底,當然它還未顯著升穿 曾經穿過下下 尚未顯著升穿 首先,這個粉紅色箭咀指著的就是雙底頸線 理論上還未正式形成雙底突破 但是有雙底的初型 另一隻地產股,我們來看看,就是順治 順治也是,見了兩次考驗,12.4度左右的水平 見底回升,形成小雙底 都是未正式突破雙底頸線 但是雙底初型已經具備,成為今天市推動上去的原因 至於為什麼地產股向好呢 一方面,就受到反修訂,逃犯條例的運動 才氣氛稍稍降溫 今天就沒有什麼大型的集會 一方面,特首已經出來向大家,每個香港人道歉 應該氣氛,起碼明天,或者這兩天,就稍微降溫 有利地產市道的氣氛,以至香港政體的氣氛 這所謂對地產股有利 第二個原因,就是跟聯儲局開會有關 聯儲局,美國聯儲局,今晚開始 一年兩晚就會開會議息 而且市場,衝勁比較大 預期即使不減息,都會暗示7月份減緊 或者暗示大開貨幣政策寬鬆的大門 讓大家滿足大家對減息的憧憬 所以減息憧憬一來,地產股當然受惠 畢竟地產股是所謂的息口敏感股 所以情況之下,剛才看到兩隻地產股都出現相跌 有些即使未出現相跌,是近似相跌的狀況 顯示低位是有些承接 在地產股推動之下,明天港股都有機會打彈 事實上,恒生主座自己本身都有利好的走勢 一方面,技術走勢幾條平均線已經穿了 穿了十天,二十天至二百天線 換句話來說,用平均線來看,今天是轉強的短線 有利的話,明天再彈多一點 但雙底推動,明天再彈多一點 能否攻克,所謂黃昏之星的阻力 黃昏之星是甚麼呢 就是一支揚竹,加一支小陀螺 以及一支大的陰竹 這就是三支竹,加起來就是黃昏之星 頂部站在二七八五七水平 綠色墊墜至最高點 就是二七八五七水平 如果恒生之數,能夠突破這一點 就徹徹底底化解黃昏之星的淡世 今次雙底能否推動,直接衝破黃昏之星的頂部 初步看,明天未必可以 一來,剛才提到的聯儲局議息 聯儲局議息,大家憧憬又大 根據利率期貨顯示 大家預期六月會減息的機會有四成多 七月就接近九成 換言之,覺得七月已經減了 以至聯儲局會大開 剛才提及過,大開減息方面支援 究竟會否這樣呢 有些媒體外媒認為 可能今次會令投資者心碎 所以提防這件事 會否有些人擔心 聯儲局未必會在明天會議減息 甚至未必大開減息方面支援 原因是甚麼呢 第一,即使大家對未來的前景看法比較悲觀 但是根據美國的經濟數字來說 仍然未出現很明顯的經濟放緩的跡象 譬如見到一些就業數據 例如二次城都是零售銷售 都是暫時未出現很明顯的放緩的跡象 在這種情況之下 聯儲局會否真的 因著市場預期就立即大減息呢 這就是成為疑問 加上特朗普仍然繼續向聯儲局施壓 這個會否令到聯儲局方面有反彈呢 所以留意著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除了明天早上大家可能會擔心會否聯儲局 未必真的像大家所想那樣 哇,徹底做了一個大的甲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剛才提及過了 反修訂逃犯條例的氣氛降溫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可能市場焦點轉回中美貿易戰 中美貿易戰現在越來越進入直路了 因為今天開始美國的貿易代表辦公室 已經開始一連七日的聽證 會聽聽企業怎樣說 就要關稅有什麼意見 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會令大家重新聚焦下去 二來 剛才提及的 越來越進入直路 原因是下個禮拜已經是G20 迫近未知 但到這一刻 我們的國家主席習近平還未表態 只要我們中方還未表態 會不會跟特朗普見面 隨著時間越來越近 如果真的一直未表態 可能市場的擔心就會越來越激烈 這對市場氣氛不大有理 加上看看美國十年的國際知識 今天再次走低 剛才進入了檢查是2.05 即是接近低位 即是粉紅色線的低位 換言之 顯示市場市對經濟的憂慮越來越大 有些外媒藉口形容 現在藉口市場的表現 是當正衰退地炒 在這種情況之下 都是對港股氣氛不利 在這種情況之下 估計恒生指數明天有機會借著雙底的威力再衝 衝去哪裡可能衝到250天線 大概是27670 27670以至再高一點可能27800左右 但是不能夠一舉衝穿27857 初步來說可能性比較低一點 所以明天估計再衝 早段再衝 但是未必全日大聲而回 好了 時間關係今天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